杨大姐是杭州滨河集团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的一名环卫工 负责清扫环站东路路段 杨大姐说他们每天凌晨4点半到6点清扫路面 6点到6点半是吃早饭的时间 之后再回到街边随时清扫路面垃圾 杨大姐的领班姓何 7月23号早上7点多何师傅找到杨大姐 我叫杨秀明 他第一句话来就是说 杨秀明你今天早上又没扫地啊 然后我就说我扫了 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去调监控看的 你不是他老是说他爱调监控吗 我说你也可以调监控看的对不对 然后他为什么说你没扫呢 他看上路上有树印嘛 那是你没扫干净还是后面又落的 后面又落的我扫了的 然后10分钟我还没转过来 那边有树印我再扫 然后他又说你了 对对对 转过来我肯定会过来捡的嘛对不对 杨大姐说那天早上有风 树叶不停地落下来 当时他在马路对面扫地 还没来得及到河岭班指出的位置 就被说了 后面对方又来了几次 上午10点钟左右双方起了争执 吵起来了 然后他说我没那个 没 说我干活又慢怎么这么的 我说我就这么快呀 我说反正都是这样转的对不对 然后 然后我就骂他 他我骂了一句 我说你眼睛瞎耳天天说我没扫地 然后我们就起争执嘛 这个你也懂得 互相就起争执 他第一开始是打的这个脸 打的脸 然后呢 然后他打我 不是我 我就急了嘛 这个我就 我手上拿了个扫把 我就顺便 这样扫把就打过去了 他就 就打着 就打我 打我开始在这个马路上 然后又打到这里 后面他把我打了 打到地上了 通过附近商户的监控画面 可以看到 杨大姐穿着工作服 和领班穿着白色衬衫 杨大姐先是在扫地 两个人距离有两三米远 接着 杨大姐走向和领班 和领班伸手 打了杨大姐的左脸 然后 杨大姐用手里的扫把 打了和领班 两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接着 和领班把杨大姐摔在地上 一只手抓杨大姐的头发 另一只手不停地打杨大姐的头 打了一会儿 杨大姐站起来了 和领班双手推了杨大姐的后背 杨大姐往前亮枪了一下 转身拿扫把杨 打了和领班几下 和领班再次打了杨大姐的头 杨大姐躺在了地上 和领班转身走了 过了会儿又走了回来 用手指了指 躺在地上的杨大姐 好像在说什么 后来 彭部派出所的民警把和领班带走了 杨大姐去医院检查身体 医院给出的诊断单上写着 左耳损伤 左耳听力下降 左耳耳鸣 杨大姐说从医院出来 她去了派出所 民警帮忙协调了一个方案 让和领班赔偿医药费 误工费 一共4500块钱 她同意了这个调解方案 和领班也已经把钱给了她 7月25号 公司的一个领导 找杨大姐谈话 然后她就跟我说 叫我辞职 她辞职了 叫我辞职 然后 你也辞职 对 我说我凭什么要辞职 我被打了 我为什么要辞职 对不对 然后她说你不辞职就开除 这件事情的话 前因我先要说一下 那么两个人当天会动手呢 肯定不是就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了 据我们了解呢 杨大姐可能平常 就是经常有掳骂这个大班长 他们所保洁的路段是东站 保洁的标准啊 会比普通的这个路段呢 会要求会高一点 他们所保洁的路段呢 经常有扣分 经常有检查到 他们等于就是 补扫不到位的情况 那么你说作为班长 要不要去跟他说的 你这个地方需要扫干净来的 他们检查到他的不上 有相关的记录吗 能发给我看一下 有记录的 今天是休息日 所以相关的记录啊 东西的话 我现在也不在 就是我手机上是 肯定是没有的嘛 这位王主任说 杨大姐清早露面 不干净的事情 公司都知道 也有相关记录 至于打人这件事 和领班已经主动辞职了 他们让杨大姐离职 也是根据公司相关规定 做出的决定 估计是问候她全家了吧 因为具体什么呢 我们也不太清楚 因为现场我们也没在现场 反正说的话 可能比较难听了 然后当时两个人 可能就又推丧了 杨大姐呢 把她的脖子呢 也抓破了 手机们也打破了 她呢 也实在受不了了 反手给了杨大姐一个巴掌 然后呢 两个人就 打破了 我们所有的保洁人员 都有签过一个 那个规章手册的 里面有一条明文规定 就是是不可以打架的 那么我们对于 这两个人的话 我们项目上面 是肯定不能留了 它是违反了规章制度的 那么这个 她自己也是有签字的 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给到她相应的 经济补偿金的 现场杨大姐 拨打河岭班的电话 无人接听 杨大姐说 公司的处理方案 她还是不能接受 会找相关部门 反映情况 有报 黄剑 记者报道